Hello,大家好 昨天双十亿销量其实是非常的不错 特别是中国大陆 它的天猫,阿里巴巴等等 非常惊人 然后它这个双十亿的销量 对比去年 YOY其实也暴增了非常非常之多 非常夸张 所以有人就说就是因为 今年疫情COVID-19 然后很多中国大陆的人民 他们也是不能出国 OK,全球都在做封锁 对吗 然后你飞机也停飞 所以他们就一大笔钱 就没有办法花了 因为像去年他们花在旅行 出国狂购 这种种在今年就行不通 所以他们就省下了非常多的钱 然后一部分就是昨天的双十亿 他们就拼命的线上的购物 相当相当的夸张 当然一方面也是 中国的疫情 已经得到了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控制 然后他们第三季度的GDP 也成长了4.9% 这是非常不错的 对比现在全球 特别是西方 欧美一些国家 像美国 最近疫情大爆发 我们只能说 其实中国大陆已经做得相当相当的不错 因为全球现在确诊人数高达5252万3745个人 死亡人数目前129万1050个人 所以最近全球死亡率也是飙了上来 你可以看到一天全球死掉的人 就超过了9000人 非常的惊人 死了那么多的人 然后美国 当然特朗普 他是坚决不认输 至今为止 特朗普他的团队 甚至是共和党的人 他们都还没有去祝贺拜登当选 因为他们还不承认美国的选举 他们号称有非常多舞弊的证据 一亿被抓包 然后目前他们已经在几个周数 要求重新的验票 然后也是特别针对一些舞弊的一些诉求 号称死人投票 有人甚至投两三次等等 然后他也控诉了一些计票中心 他们也不允许共和党的人进去监督 这个整个计票这个过程 他们是高度怀疑 这是选举的结果 特别是后来 拜登所号称得到的那些票 放水的成分 他们觉得相当可疑 这次 然后特朗普 他甚至在他的推特说 We will win 他们将会胜利 这是你只能说 他真的是非常的有信心 当然美国的疫情现在也是相当的严重 确诊人数 1070万 8728个人 死亡人数 247398个人 马来西亚方面 我们今天增加919个人 然后我们总的人数 目前是43,791个人 然后来到马股 其实今天是不错 今天简单来说 就是仙股的天下 特别是有些基本面 甚至也是不是太好的仙股 在今天就狂吵了上来 这一轮非常的疯狂 今天仙股的一个表现 当然今天蓝筹股也是有些许的斩获 KLCI今天也增加了20.7点 收在1590.78点 快要非常接近1600点这个水平了 手机的大事啊 当然上涨的counter是稍微多过于这个下降的一个counter 然后像Metronic今天很疯狂 母股起了52.9% 它的Warrant A 66.7% 然后Mtronic其实你可以看到一个大股东 一间公司 Chita Realty 它之前一天买进了178万股了 OK 非常大的手笔 所以有人就有问我了 怎么看Mtronic到底可以不可以进 所以等一下我会非常简单 来分享一下 Mtronic它最新的一些情形 然后XDL 喜德郎今天也起了26.7% 它的Warrant D也涨了25% XDL最近它也是有发行 这个ESOS的股票也发行了 4,061万这个ESOS的这个新股 然后PDZ 22.2% 它的Warrant B 28.6% PDZ最近宣布了 就是它跟另外一家公司 Sanichi Technology 他们一起来JV Joy Venture来说一些东西 然后Mtouch今天也起了25% 可以看到最近它的Warrant C 也有做Conversion 它也一天Convert了799个母股 然后Unzor今天起了21.1% 最近Unzor它也是有一些Corporate Exercise 其中一个就是他们要Diversify它的业务 OK 因为之前像它做比方说一些工程之类的 可能效果不是太好 所以Unzor他们是要Diversify 来做这个Trading一个生意 OK 新的业务方向 然后今天另外一家疯狂的公司 就是MMAG 起了36% 它的Warrant B 84.8% 也是有人问我MMAG 我只能说这支股真的起到太疯狂了 OK 你可以看到它的Director Mr. Chong Kun Meng 也一天买进了10万股 然后Saucon今天也涨了5.6% 你可以看到它8月25号的业绩 QOQ起了134% YOY也起了151% 当然我本身不停在做一个选股服务 Jams & Stockpick 每个星期我会出一份选股报告 上面会有几价我根据这个价值投资 基本面来做的一些选股 OK 来到今天 当然 其实今天科技股 除了先股 再来就是科技股也是有一些斩获 相当多 我的BiCore今天的表现也是不错的 像OpenSys今天也起了2.4% 收在65分 他最近跟SolarVest Energy做了一个Agreement 所以我之前他们做一个Agreement 跟SolarVest 他要来用这个OpenSys的一个线上的平台 OK 来做Solar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之前BiCore35.5分 他也分了股息0.5分 这5个多月也是有176%的回酬 其他公司可能你要等下个6年 Unisam很疯狂 也起了3.2% 收在5.88 他最新业绩 10月23号 QOQ49% YOY爆增1683% 我之前BiCore2.58 他也分了股息8分 这1年5个多月也是有131%的回酬 其他公司可能你要等上5年 然后MeTenovation今天也起了一个3分 收在4.26 我之前BiCore是1块6毛7 他也分了股息5.5分 所以这1年5个多月也是有一个286%的回酬 其他公司可能你要等上一个8年才会有 当然还有其他BiCore 我这边不说了 所以非常欢迎你可以来做一下选股服务 每个星期你会收到我的一份BiCore的报告 我是以这个基本面来做一个选股 当然相对于外面很多TA技术派的一个做法 基本面投资法其实是投资大师 像巴菲特等等 他们所极力推介的 他们认为最稳定稳当的一个投资方法 就是我会去选这些公司 它的管理层相对 这个record会比较好的track record 他们的能力各方面诚信 然后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必须要健康 债务不可以太高 然后顾客欠拿的钱 他必须收的回 当然公司必须账目是可以相信的 不是做假账的那一类 然后现金流必须要稳定了 不可以说一次跟银行借钱 越借越多那就糟糕了 然后公司到底有没有派发一个股息 如果有一个稳定派发股息的记录 那当然更好 当然更重要 公司未来增长的前景必须要好 中长期有机会做的更大 然后这当然不是短期投机的那一类 OK 赚快钱哪一种不是 我会suggest buy and hold 一个两年左右的时间 两年之后 如果全球的经济 vshed的反弹 如果疫苗最快 很多人说可能下个月要出来了 这个新冠病毒的疫苗 能够灭掉病毒 如果这些公司到时候 赚更多钱 发展到更大的话 当然我会说你赚钱的机会 其实是相当的高 然后你潜在的回酬也不会低 所以非常欢迎 你可以直接的WhatsApp或者email我 我的WhatsApp号 把email在下面的description 还是你直接在我的Facebook PM 我都非常非常的欢迎 好 非常简单来跟大家 看一下这一家 今天非常疯狂的一家公司 就是Metronic Global Berhad 它的code是Mtronic 这一家公司 其实Tronic这个名字在马股 有好几家 像这家公司Mtronic 然后有Gtronic 还有Itronic等等 你可以看到很多公司 其实他们就喜欢取名 有这个字Tronic 在他们的名字 这一家就是Mtronic 今天就非常疯狂 它的母股标了一个52.9% 收在13分的一个价位 你看回4月28号 那时候它的股价只有区区的2分前 OK 所以也意味着短短6个多月的时间 它的股价从2分标到今天的13分 也标了一个550% 这是非常疯狂的 因为这家公司其实已经连续亏了10个季度 OK 你没有听错啊 这家公司Mtronic 它已经连续亏前10个季度 但是它的股价反而在6个多月 飙了一个550% 这种涨幅其他公司可能要一个11年的时间 所以这种现象其实层出不穷 尤其在近期的马股 我之前也分析了非常 也是有一些了 先股的公司 也是连续亏了好多个季度 然后股价就偏偏飙飙上来了一个几倍 这种现象是不是全球各地都在发生中 还是不仅以马股而已 当然通常这种现象的发生 很大的可能背后有一个原因 就是有所谓技术派的大师在拜扩 不排除有这一种现象 因为我们知道一些大师 他有本身所谓的白金会员组 还是什么之类的一个组别 所以有时候我猜的 因为我其实不是这种所谓白金的会员 我猜的就是 有时候因为一些人也是 他本身有join 然后他有跟我说里面的一些情形 通常这个大师一些mine call 然后当然很快 这个时间股价就推上了来 但是有时候真的要谨慎 因为当他推上来的时候很快 那么等他sell call一下出的时候 他跌下来的速度也是相当的可怕的 所以这个现象我觉得 大家真的要注意 真的要谨慎 所以这家公司 Mtronic 他四只market cap 很小1.6亿的一家公司 current ratio 3.04倍了 所以基本上债务方面还是有他一定的一个 不至于太糟糕 OK 那至于他最新业绩 8月28号 他已经连续两个季度 YOY跌了下来 就是说他已经连续啊 两个季度亏了更多钱 so这个季度啊 他的4th quarter 他的revenue 当然YOY就啊 跌了啊 非常之多下来的 这就是为什么 他啊 就亏更多钱 OK YOY跟去年来比 他亏了更多钱 这个季度 他亏了1,221万 好 这家公司entronic啊 他其实是做啊 他是做system的哈 简单来讲 他是负责供应啊 所谓的engineering的system啊 工程的一些系统 OK 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业务 好 我们来看8月28号啊 4th quarter financial20年最新的业绩 他的啊 收入revenue 刚才说了 YOY跌了非常多了 因为去年是1,138万 把来到今年啊 只剩下271万哈 相信跟这个啊 MCO啦 COVID-19 其实是有关系的 然后他当然收入啊 跌了那么多啊 你就啊 亏更多钱 从去年 他是亏啊 940万 把来到今年啊 他是亏了一个 1,221万 那至于订单方面 他手中的订单啊 目前8,100万 然后他在啊 Tender住的订单啊 有一个啊 5,800万在那边了 当然啊 说总的来讲 这家公司哈 说股价方面 我只能说啊 非常夸张的 OK 超出想象 因为他连续啊 亏了10个季度 反而他的股价 6个多月 飙了一个500多percent 这是啊 非常疯狂的 corner ratio 如果3.04倍啊 至少他的啊 资产负债表也不至于太过于糟糕 当然啊 我觉得最重要啦 还是几时他可以break even OK 那这个问题 so这个啊 report的prospect 你可以看到了 他本身也承认啊 至少短期是有一些啊 challenging啊 在那边啊 是有一些些的挑战 所以个人也是啊 偏向于这种看法咯 so我本身啊 对于他来临 这个啊 11月底的业绩啊 我是啊 会有所保留啦 OK 因为现在的市井 尤其他这一块啊 所谓的工程系统啊 OK 这种所谓系统的一些东西 啊 一来当然竞争者是有啦 不是你一家做到完 然后尤其是这种非常时期 啊 在灾难当中的话 啊 确实啦 是啊 不是那么的容易 OK so啊 讲了这么多 当然啊 最重要啊 disclaimer四个字啊 买卖致富了 OK 这是最重要的 就是买卖致富 好 今天啊 视频分享 暂时聊到这边 最后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视频 有有用的资讯啊 记得把它like跟share出去 也希望可以让更多人受益 当然最后也要感谢大家 抽出时间这边收看 啊 我们再会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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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